《智慧篇》第五章 《智慧篇》第五章 那時,二人有此無恐,站在那些曾經壓迫他,輕視他受苦的人面前 他們一見,不聲驚恐,驚奇他竟也意外獲得了救恩 他們必將奧悔心傷地彼此嘆息說,這就是我們曾一度機笑侮辱過的那人 我們真糊塗,曾將他的生活視為愚狂,曾將他的死亡視為恥辱 他怎麼也被裂在天主的兒子中?怎麼在聖人中也有他的分子? 顯然是我們偏離了真理的道路,正義的光沒有足照過我們 智慧的太陽也沒有為我們升起 我們走遍了邪惡與滅亡的行径,穿過了無路的曠野 唯有上主的道路,我們卻沒有認識 傲慢為我們有什麼用處? 財富與虛榮為我們又有什麼利益? 這一切都過去了,像陰影,像窒勢的流言 像在波濤起伏的水面上航行的船隻,駛過之後,無跡可尋,波濤女也沒有留下船行的蹤跡 或如空中飛過的鳥,一去無蹤 他古翼而飛,用力衝擊,一路穿破輕微的空氣,真翼飛過之後,也不見飛過的痕跡 或如射向靶子的箭,穿破的空氣立即復原,認不出他經過的路徑 我們也是這樣,光一出生,即不存在,沒有表現一點功德的痕跡 只在邪惡中消耗了我們的一生 罪人在地獄中說了這些話 的確,惡人的希望,像被風吹去的康比,像被暴風刮去的薄霜,像被風飄散的雲煙,像頭叔一日即行消逝的旅客紀念 至於異人卻永遠生存 在上主那裡,有他們的囚報 在至高者那裡,有他們的照顧 因此,他們要從上主手中,得到榮耀的皇位,華麗的冠冕 因為上主要擁有手臂護他們,以自己的手臂保衛他們 上主必以疾憤作武器,武裝受造之物來報復仇的 必披上正義,當作空甲 帶上了正直的判斷,當作鋼規 拿上無敵的聖結,當作盾牌 磨尖聖怒有如利刃,整個世界都要跟隨他來攻擊如幻的人 閃電的火箭,必由張開的雲弓射出奔向靶子 由雲甲中,將射出含露的冰雹 海水必怒吼衝擊他們,江河必泛濫煙滅他們 全能者向他們一吹氣,他們即如圍旋風所吹散 不法的事要使全球變成荒域,邪惡要傾覆有權勢的座位 水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